那现在我们来教各位同学 如何去做一个 寻找斜线进线的问题 做斜线进线的问题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把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把它改为 带分数的情况 首先我们先检视 这个函数究竟有没有斜线进线 我们发现 上面是几次 二次 下面是几次 一次 肯定有 上面会比底下高一次 就没有问题 好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把它改造一下 这个题目 x分之x平方加4 我们分开变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叫做x分之x平方 这是x分之4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x加上x分之4 那么各位同学看 所谓的f of x 指的就是y 这个是当 x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各位同学看看 后面的这个是什么样状况 当x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会往0靠近 这会不见 后面这个不见了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 y就是x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斜线进线 那么这样的找法非常的简单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题目 它有一个分母 会变0的数字 叫做x等于0 那么它是一条 牵直戒进线 所以我们学会了一个 斜戒进线 学会了牵直戒进线 我们几乎就可以 很容易的画出 大概图形是长什么样子 那么我们看 以这个题目来说 y等于x 这是一个 这一条线 它叫做斜渐进线 那么这一条呢 这是x等于0 这叫做牵直渐进线 它又有斜渐进线 又有牵直渐进线 图形大概 我们也大概也猜得出来 应该是这样 这可能是两片 那么 斜渐进线的求法 我们认为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它写成了 带分式的状况 那么一下就可以算出来了 我的 这一条线 我看